超音效器 我感觉这些地方 不太多空间 地霸不同年级的学生 之所以围在一起 是因为他们正是研发 一个人工智能垃圾桶 希望解决香港垃圾量过多 和废物回收的问题 这是因为我们 当我们外出 地霸的地方 是很坏的 很糟糕 味道不好 有些食物在地上 不清洗 这是AI公民的垃圾桶 它被证据 这是为了解决 太多垃圾桶 因为很多人在香港 都不清洗 只有30%的人在香港清洗 他们研发的垃圾桶 都是用用者自负的原则 利用手机付钱之后 垃圾桶的盖 就会自动打开 这个是围绕 物件附近的路由 它能够随便 内面冻在内面的垃圾桶 都会自动打开 多余空间 也会自动打开 它们在内面的垃圾桶 它们每周 有一至两天 下午的课 会进行分组学习 按自己有兴趣 或者想解决的问题 设定题目 再制作出不同的解决方案 计划的教学主题是根据联合国17项永续发展目标 包括消除贫穷、终止饥饿、保育和维护海洋资源 气候行动等 有小朋友就留意到学校的盆栽在星期六日未必有人打理 从而研发出这个产品 我们的计划是一种机器 可以移动草草草 我们制作这种因为在假期 养生不在学校 所以没有人可以拷伊 Kyuk Journal company 消除妆 尽用着直接则 这个机器切有监测业 当监测到温度、光线、湿度等的指数 不适合植物生长 就会自动洗到盐碰峡 不过过程好像不是那么顺利 换做电筒 你用强光照射又行不行呢 只因为车是崩溃 所以当我们转转它 它会转转 所以我们会购买电筒 让它在平均线上 校长指出这种失败的经验 是体验试学习其中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 我觉得今天各小朋友创作的发明品 或者计划是否完全符合 这个社会成功的准则未必得 但我相信从一年班到六年班 有六次他错试、经历 到当他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 他这些经历建立了他 他肯示、肯帮人 肯将一些社会创业的精神 放进自己的工作发展里面 我觉得这件事对学生很大帮助 朱子永任征这间小学校长之前 曾经担任一间因为收生不够 准备要杀校的津贴学校校长 当时他大胆夹新学校的教育方针 最后不单止成功救校 更加令学校成为区内热门的小学 跟家长和老师一起讨论 究竟小朋友未来学习有什么需要 有趣的事发生了 来自香港不同的地方 只要家长觉得 其实我想找一间学校 提供一些未来想法的教育 就走在一起 结果感恩、托賴 学校从没有人报名 到当时都很受欢迎 被语为教育界白武士的他 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灵丹妙弱 他指出愉快学习 就是推动学生主动学习的动力 什么是Happy School 什么是课程学习 反过来我们回去 其实在学生的学习里面 我们找到Purpose of Learning 就是说他学习的目标 为了什么呢 只要学生找得到 我们觉得这件事 就是学习本身 我们学习带给我们的快乐 不只是在普通的学校 我们可以只能读书 听听教授 在这个学校 我们可以作出很多东西 可能我们可以用一些群组工作 和我们自己的工作 我认为我们都喜欢学习 这样的学习 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創意 和学习的学习 也会用小学习来学习 对 传统学习的学习 很迷惯 跟他們的教學理念有近似的地方 我們知道近企國內都有 在教學、功課、考試 或者補習上都有規管的情況 如果減了評估或操練的工作量 其實可以讓家長去想 其實評估除了拿來分高低 決定你是否進入一間學校之外 其實學習和評估最重要一點 就是讓家長和老師 知道小朋友的學習進度 不過朱子榮認為香港和內地情況不同 不適宜將內地這種一刀切的 教育政策搬自過節 反而應該提供更多 具不同辦學理念的學校 給家長選擇 亦都可以舒緩學習壓力 幾樣東西除了硬性減 就是一些考試數量 功課數量或者補習時數之外 例如像香港那樣 近幾年其中一個舒緩的方法 就是學校更加多元的選擇 家長不是單一 只是看三至四間的學校 可能他按著自己 對教育的抱負 理念去找自己適當學校 例如有家長覺得 多些難關給小朋友 他成長得好些 你就可以選擇一些 多些評估 著重一些指筆上面的學校 例如有些家長 他就會想選擇 我小朋友多元發展性一點 你也可以選擇不同的學校 好 好 好